近期美国务院发言人多次谈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 表示此行将同中方探讨如何负责任管控竞争 在应对跨国挑战方面加强合作 并在台湾、芬泰尼、乌克兰、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向中方表明关切 请问中方对此有和平论 我想强调的是 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 发展中美关系 同时我们坚定不移地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中方不回避也不惧怕竞争 我们反对的是以竞争定义整个中美关系 反对以竞争之名实行行遏制打压之实 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基础上 同美方在双多边领域开展沟通合作 但必须指出 美方不能一边谈沟通、谈合作 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方任何时候都不要试图突破这条红线 在国际禁毒领域 中国是全球第一个正式整类列管分泰尼类物质的国家 我们一直在联合国禁毒公约框架下 大力开展国际禁毒执法合作 反而是美方对中方有关机构的制裁 严重影响和限制了中方禁毒工作能力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也应当深刻反思 国内禁毒不利的问题 而不是一味地甩锅推责 在乌克兰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 中方一向致力于政治解决和劝和促谈 反对火上浇油和激化矛盾的延期 中方的政策和立场 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检验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攸关两国人民利益和世界的前途命运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坚持对话而非对抗 双赢而非联合的交往基调 以实际行动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落到实处 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据报道日前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 一名非裔男子泰尔尼克尔斯 在开车时遭到五名警察的暴力 制法并致死 这也引发了美国多地的抗议示威活动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想大家跟我的感受一样 都觉得这个悲剧令人痛心 美国非益青年弗洛伊德 我不能呼吸的身影似乎还在耳边 我们又看到警察暴力执法的悲剧 在美国再次上演 据非盈利组织警察暴力执法地图公布的数据 去年美国有1186人死于警察 正是国内警察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的问题 不要让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 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和私利 滥用出口管制 是脅迫又拉一些国家组建遏制中国的小圈子 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 破坏全球产工链稳定 国际上不乏担忧的声音 许多企业界的人士都表示 滥用出口管制将制造混乱 影响效率和创新 企图赌别人的路 最终只会赌死自己的路 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我们也觉得有关方面 应当从自身的长远利益 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 审慎行事 我们看到有知情人士说 美国政府掌握了证据显示 部分的中国国企 可能在向俄罗斯队伍战争 提供非致命性的军事 或者是经济援助 那美国政府已经就此来 质询中方 以确定中国政府是否知情 并且警告说 对俄提供实质性的援助的 可能后果 请问发言人应对自由和平论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国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 我们不袖手旁观 不火上浇油 更不趁机牟利 美国是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 和最大推手 持续向乌克兰输送重型武器 和攻击性武器 不断抬升冲突的长度和劣度 美方不反思自身的所作所为 反而对中方无端猜忌 横加指责 我们不接受这种毫无根据的讹诈 也不会坐视美方无理损害 中方企业的合法权益 如果美方真心希望危机早日结束 真的关心乌克兰人民的生命安全 就应当停止输送武器 发战争才 要以负责任的方式 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为当时方和平谈判 创造有利的和必要的环境和条件 中国的驻日本大使馆昨天宣布了 恢复审发日本公民的复华普通的签证 但是日本政府仍未取消 以来自中国入境者为 对象的新冠病毒的口感管理措施 中方先取消了对日的所谓防治措施 是否意味着中方现在可以理解 日方的这一防疫政策 之后也不再会要求 尽管取消该做事了吗 日本驻华使馆已经于1月20日 宣布恢复审发中国公民的复日签证 日前中方恢复审发了日本公民来华签证 我想强调的是 我们一贯坚决反对将疫情防控政治化 认为应当取消针对中国的 歧视性限制措施 我们认同各方一道 为中外人员的正常往来 创造更多的便利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